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漆黑的夜晚 這伸手不見五指 你還能聽到黑海潮起潮落的聲音 突然 火炮聲響起 火光滑過夜空 視線盡頭的一個小島 一片火海 這個小島 正是俄烏戰爭的焦點 蛇島 俄羅斯國防部在6月30日宣稱 作為一種善意的表態決定從蛇島退出 並表示 俄羅斯從來沒有阻礙過烏克蘭 將穀物從黑海運出 這一腔調 大家是不是聽起來非常熟悉 在三個月之前 俄羅斯從基輔大撤退的時候 他也是這麼說的 我們退出基輔 並不是我們打不過烏克蘭 而是我們比較友善 而俄羅斯的善意信號 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不查大屠殺和對烏克蘭不間斷的空襲 烏克蘭國防部表示 這次蛇島之戰是經過大規模的炮擊和突擊 才將俄羅斯人趕走的 那麼烏克蘭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俄羅斯為什麼又不得不放棄蛇島呢 我們要先來看一下地形 蛇島位於烏克蘭南部海域 距離烏克蘭只有30多公里 距離俄羅斯最近的克里米亞 足足有200多公里 這就意味著烏克蘭在海邊放上大炮就能打到蛇島 TB-2無人機150公里的通信範圍也能覆蓋蛇島 烏克蘭就可以動用所有打擊手段 對蛇島進行火力覆蓋 可是反觀俄羅斯 由於距離太遠 陸地和防空部隊無法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 能夠幫助蛇島的只有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同時蛇島的補給也要依靠海軍 如果沒有了海軍 蛇島根本就堅持不下去 可是在3月22日 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巡洋艦 就是在蛇島附近的海域進行巡邏 一方面是監視烏克蘭南部海岸 另一方面也提供防空的火力支援 但是這麼一艘以防空為設計目的的軍艦 竟然被兩枚烏克蘭海王星導彈給擊沉了 從此之後俄羅斯海軍是乖乖的退出蛇島海域 黑海艦隊變成了亞蘇海艦隊 從此之後 烏克蘭不斷動用反艦導彈無人機和炮兵 不斷削弱蛇島以及周圍俄羅斯海軍的力量 四個字來形容 這叫維典打圓 蛇島本身就已經被海洋包圍了 烏克蘭當時動用無人機對蛇島進行大規模的進攻 曾經在10天之內 無人機就摧毀了島上的防空設施 俄羅斯因為旗艦被擊沉 不敢動用海軍大型軍艦去支援 所以啟用了猛禽級炮艇 向蛇島運送防空武器和裝備 這些猛禽級快艇雖然很難被海王星導彈捕捉到 但卻成了烏克蘭TB-2無人機的靶艦 短短幾天之內有多達3、4艘猛禽級炮艇被擊中 而另外一架無人機甚至摧毀了俄羅斯一架正在運輸的米8直升機 到6月份 俄羅斯黑海艦隊又多了一個敵人 就是美國產的魚叉導彈 烏克蘭使用兩枚魚叉導彈擊沉了一艘 正在向蛇島運送道爾防空導彈的拖船 這個時候俄羅斯意識到了 無論是大道莫斯科級巡洋艦 還是小道猛禽級炮艇 甚至是民用的拖船 都無法有效地對蛇島進行支援 自6月以來 烏克蘭也加大了對蛇島的炮擊 在6月17、21、22、25、27日 烏克蘭南方司令部都發布報告 說向蛇島發射了火箭和炮擊 烏克蘭的戰術是這樣的 首先利用無人機精確定位 一般是在夜間發起進攻 就在這漆黑的夜晚 烏克蘭的榴彈炮突然響起向蛇島射擊 榴彈並不是為了擊中俄軍目標 而是為了消耗蛇島防空系統的彈藥 在突然一片沉寂之後 烏克蘭在集中發射火箭炮 讓島上陷入一片火海 經過繁忙的夜晚 俄羅斯現在已經是筋疲力盡 防空武器不是被摧毀就是沒有彈藥 第二天早上烏克蘭炮兵再次迅猛開火 利用無人機定位持續幾個小時炮擊俄羅斯 這樣的襲擊在6月份經常發生 而島上的俄羅斯軍隊完全沒有還手之力 甚至俄羅斯專家認為 烏軍的戰術是非常有效的 實際控制蛇島無益於自殺 烏克蘭這次使用的火炮 並不是美國支援的M777 也不是法國的凱薩 而是自己國產的2S22 這是一款俄羅斯最新研發 北約化的火炮 大約在5年前位於敦巴斯地區的 克拉馬托爾斯克重型機械廠 設計和建造了它 2S22是一種155毫米輪式自行榴彈炮 戰鬥全重28噸 完全按照北約標準設計和製造 整套系統由火炮控制系統以及卡車底盤組成 在2018年8月的閱兵式上首次亮相 該火炮底盤採用了烏克蘭 AUTO KR-AZ公司生產的6×6高機動卡車底盤 卡車前部有一個可以容納5名士兵的裝甲成員艙 可以抵禦輕武器和炮彈碎片的打擊 2S22裝備的是一門北約制式155毫米火炮 並不是烏克蘭之前一貫裝備的 蘇聯時期的152毫米口徑火炮 最大射速每分鐘6發 車輛可以自行攜帶20發炮彈以及發射所需的配件 存放於卡車底盤兩側的箱子中 2S22能夠快速完成自身定位 同時根據偵查設備回船目標 定位敵方單元並且解算射擊駐援 同時火炮能夠在火控終端機的控制下 完成自動調炮 不過有一個缺陷 該門火炮並沒有安裝自動或半自動裝彈機 完全依靠士兵手動裝彈 這門火炮自動化程度還可以 但射程也很不錯 使用底排彈最大射程可以達到40公里 在今年1月的實彈測試中 曾經打出過42公里的最大射程 使用火箭增程彈可以達到50到60公里 2S22最大的特點就是發射北約標準的155毫米炮彈 而不是蘇聯標準的122或152毫米炮彈 這其實是標誌著 烏克蘭在最近10年不斷向西方靠攏 先是T-84主戰坦克裝備了北約標準的120毫米主炮 現在的卡車炮也使用了北約標準的155毫米 今年2月2S22還在測試到5月初戰爭膠著的時候 烏克蘭軍隊直接把該炮拉了出來到前線部署 兩個月後2S22重新部署到烏克蘭西南部 距離蛇島只有30多公里 完全就在2S22的射程範圍之內 烏克蘭不斷使用火炮和無人機對蛇島進行打擊 使得俄羅斯意識到 在黑海艦隊無力支援蛇島的情況下 再蛇島部署軍事資源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看完了南部的情況 我們再把事件轉回到頓巴斯地區 俄羅斯7月3日宣布 從烏克蘭手中奪取了利西昌斯克 俄軍已經完全控制了烏克蘭東部的盧干斯克地區 和北頓持續一個月的戰鬥不一樣 利西昌斯克之戰進行了不到一個星期 烏克蘭就不得不撤退 烏克蘭國防部表示 繼續保衛這座城市 將導致致命後果 為了保護烏克蘭捍衛者的生命 軍方決定撤退 利西昌斯克這個城市地勢較高 又靠北頓涅斯河並不好打 俄羅斯也知道這一點 他並沒有直接對利西昌斯克發動總攻 俄羅斯的目標是利西昌斯克西南地區的煉油廠 該地區控制了從西部通往利西昌斯克的公路 我們從地圖上來看 從利西昌斯克往西的公路經過這裡 如果這條公路被俄羅斯控制 烏克蘭守軍只能通過北邊的鄉間公路進行補給 這樣一個情況其實就和二戰時期武漢會戰一樣 說是武漢會戰 但戰爭從來沒有在武漢打響 而是圍繞著武漢在河南湖北江西等 廣大的中國中部地區戰鬥 當你的側翼完全被突破 你的城市陷入包圍之中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撤退 因為該城市已經沒有任何防守的必要了 抗戰時期的武漢是這樣 現在的利西昌斯克也是這樣 這樣的情況下 烏克蘭的首要任務就是從前方撤退 在後方重新組織防線 用空間換取時間 我們看到在烏克蘭戰場的第二階段 俄羅斯的進展非常緩慢 不過過去兩個月來 仍然逐步取得了一些小的領地進展 目前看來在北頓之後利西昌斯克將落入俄羅斯之手 那麼在第二階段 俄羅斯到底和第一階段產生了哪些變化 我們下一期將在戰略和戰術層面和大家分析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我們下期節目再次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再就是 我們下期節目再次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 如果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 開始 fase時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